大家好 今天我們 完賣了一個很久 已經放下了很久 只剩下最後一集 但未完成的遊戲 我們這一集 打完龍王 一開始 因為 勇者打龍一和二 他的預敵機都很高 所以達克洛斯 如果你要去打龍王城 達克洛斯是一樣 幫你節省很多時間的法術 否則你會撞到很多 怪物 這裡就是 地下城 你在這個地下城其實是救公主 但其實另一邊 就可以去到龍王城 有看之前的集數 朋友應該都明白 在這個地下城 沒有辦法用達克洛斯 可以 即是裡面的怪物 的勢力比較強 你用達克洛斯都趕不走 那些怪物 唯有慢慢走 這裡實在是 有時候是走一兩步 三四步 就已經會撞到怪物 那個預敵的機率實在太高了 即是他每一走一步都和你炸色仔 即是可能 額 額 額 色仔可能就是六分一 那機會就 遇敵 所以很容易遇敵 用達克洛斯就會比較 好一點 繼續 在這邊 上一集應該就已經 鋪好一條彩虹橋 然後一過了島 就會遇到比較強的敵人 所以這些敵人 就不受特克洛斯的影響 即是比較強的敵人 就比較難 接著這裡 殺手李肯特 其實殺手李肯特 其實殺手李肯特 已經是對我沒有威脅 其實我大概去到十八九級 就已經可以去到龍王城 甚至可以殺到進去打龍王 但是由於在之前那些 即是 之前升級的點數升得很低 變成一般來說 其實十八十九級 就已經可以打贏龍王 但是你看到現在 我是去到23級 我要升多幾級 追回之前 因為沒有特別去看點數 升了級就算數 變成 去到23級的等級 才有差不多 即是去到20級 其實都還未夠龍王 要再升多一兩級 才比較有把握 可以打得贏他 這一集 入到龍王城 我就會教大家 在龍王城裡面怎樣 才可以走到龍王面前 或者是拿這個 遊戲裡面最強的武器 就是洛特之劍 另一邊就不用特別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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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即是你看到現在 這兩邊的那些門 有個銀藥士開的門 其實都是騙你的 你進去都可以走 你都有些東西拿 但不是必要的 但不是必要的 你是可以走近的 但不是必要的 接下來就是 由於已經有這個 即是穿了魔法盔甲 所以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這些 本來會扣血的地形 不會扣血 另外你每走一步 你的體力都會上升一點 進來後 其實有些怪物我會打 有些 即是 有些 就不打 即是多數都不打 因為直接這個 應該打得贏的龍王 其實不需要 我待會打一下 都是示範一下 有些敵人 我就 一見到他 我一定會逃跑 就不是因為我不夠他打 而是 因為 要用的時間太多 或者太麻煩 可能要打很久 才能打贏 例如死神騎士 死神騎士 即是你打贏完 連100點的經驗值都沒有 在這個地下城裡面 剛剛你見到一隻 達斯惡龍 就是 最好 最好分的 那些經驗值 但是 他也是 攻擊力 比較強 還有 他有一個 火焰攻擊力 可以扣你 一夜扣你 二十多點HP 另外 死神騎士 又是另一隻 我不會打的 我看到我會逃跑 原因不是不夠他打 而是因為這裡有兩種怪物 我一定不打 包括 死神騎士 還有一種 蓋美拉 我也是一定不打 反而惡龍這些 我會打 因為惡龍 很容易打 去到這些level 兩個回合 打贏他 然後賺45點經驗值 如果你還未夠level 要賺經驗值 那也是可以專門打 惡龍 或者殺手里肯特 因為兩三個回合 打得死的怪物 都已經是40點了 但是如果去打死神騎士 那些 可能打了你幾分鐘 你可能只能分到60 70的經驗值 在時間上 就不太有效率 在練功方面 不太有效率 所以我就不去打 為什麼會看到他們說 我的效率會很低呢 因為死神騎士 和另一種蓋美拉 都是這樣的顏色 就是懂得用比何衣米 比何衣米 大概會回到百點的HP 所以是很麻煩 你每一個回合 你可能打他十點二十點 但是他在五個回合中 他只要用一次給何衣米 就已經扯平了 那有什麼意義呢 變成你不幸運的話 你打一隻 可能你打幾分鐘 要用 好了 上到這一層 大家照著這條路線走 其他 在龍王的寶座後面開這條路 其他路 未必有一些很寶貴的東西 你想快點去到龍王的身邊 你照著我現在這條路走就可以了 另一隻也可以打的就是石頭人 但是石頭人攻擊力不高 不會扣你很多血 但是他的HP 太高了 所以你可能要打四五回合才能打得贏 所以又是 好 去到這個位 為什麼會見到過場呢 因為其實你會見到 有三個位可以上或下樓梯 戴毛斯就最好沒有打 首先 如果走下面 在那三個位裡面 走下面的位 究竟會有些什麼呢 那個位置下去就是 拿這個 在遊戲裡面最強的武器 就是 諾特之劍 當然都有一條 一段路要走 但是基本上 都是 差不多 都 都不會差很遠 好 石頭人 又是 他那個 你看到 其實我現在去拿 諾特之劍 那個人是十九級 因為之前的等級 我不是太過去認真去升等級 即是沒有說 我差不多升等級了 我先清潔 接著 如果看到 Random出來的數字不好 我就再升等級 即是可能要 再進去 然後再打 這樣 變成 到了十九級 我們那個 攻擊力 是很低的 變成 你每打龍王一下 都是打到幾點 你是用完所有法術點 去保護自己的血 你都打不贏龍王 所以 要練多幾個level 但是 最好的情況下 我們試過十八級爆肌 對著一般這些怪 其實你不夠血的時候 你用賢者之石就可以了 但是為什麼說 有另一隻怪呢 其實 剛才講漏了 應該有三種怪 在這個 地下城裡面 我就不打 包括 死神騎士 一會兒 可能都會見到的 一種蓋美拉 以及 剛剛見到的大巫師 因為大巫師 是會用這個 比吉拉馬的法術來攻擊你 而這隻比吉拉馬的法術 最高可以大概扣到你五十點的HP 所以 而去到我現在 應該都要最低限度兩三回合才打到 所以 沒什麼用 好 到這裏 拿彩就會落特之劍 好 然後 走回頭 你就可以走另一條路 實際上 在剛才 如果你已經拿到落特之劍 你是想去打龍王 要去見龍王 應該走哪條路呢 現在 就告訴你 實際上 應該走去 左手面 應該走去左手面 這條樓梯 左手面那條樓梯落 然後 也是一條單程路 這樣就可以過去了 你看到我一直都逃跑 不是不夠打 以及 基本上不需要用法術來回血 這個優絲蓋美拉也是 因為 優絲蓋美拉 只要她一用過比何姨妹法術 你打成百點HP 她都未必會死 所以 很重要 接著她可能 你打她五六個回合 才打死她 然後在那五六個回合 她又跟你 做一下 又回 又跟你回一回血 又跟你用一下比何姨妹 那你又要重新再打過 那你可能 你不幸運的話 你就打了幾分鐘 還是打同一尺 所以 寧願逃跑再選 令到時間的運用上好一點 最低限度 你如果練功 一分鐘入面 你想賺幾百點 幾百點經驗 還是賺六十點經驗 還是賺六十點經驗 所以這樣計 而已 那麼多RPG要打 那麼多RPG要練功 那麼你練功時間 有那麼 純粹練功的時間 可以省就省了 那麼其實來到這裡 是有些路是可以拿 我記得應該有些路可以進去拿一些 例如魔法皮帶 那些 但是魔法皮帶 你拿了它 就會是受詛咒的 所以 不拿 或者拿了之後賣掉都可以 總之 不要使用 好了 一來 42點了 這個大巫師 反而現在 我是九十幾點 反而 看看 你遇到哪隻怪物 它的威脅性不大 你就找它來 不停用賢者之石 補回自己的血 那麼賢者之石 大概可以 每個回合 回到20至30點 你只要使用道具 這個指令 每個回合大概回到20至30點 算不錯 但是對龍王的話 是不夠用的 因為龍王每個回合都說 隨時打你 4-50點的 HP 所以就不夠用 就是用賢者之石 不夠快 不夠快回血 就快去到見龍王 所以當然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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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龍王 見龍王的時候 那 因為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第一次看見他 他會問你問題 因為你如果 例如打任天堂版 那些 他會問你問題 他會問將世界一半分給你 你要不要 你如果要的話 你就會突然回到旅館裡面 等於當我沒有打過 那你要拒絕 才可以跟他開戰 火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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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扣多少 這個是龍王的第一形態 你仍然 龍王第一形態 你仍然是可以用賢者之石 因為他攻擊力不夠 他用馬河頓不怕 沒問題 因為你不需要用法術 可以打贏他 因為這個只是第一形態 第一形態很容易打 最怕是他不停用火焰攻擊 因為火焰攻擊才高 才高攻 第一形態 盡量保持自己是一個高的HP 你可以 打多一下 一下 我是十點 他就扣我三十八 四十二點 所以呢 而且用法術打他 沒什麼用 所以呢 因為 照計 如果剛才打不中的話 我可以打多一下 既然他已經入到紅色狀態 就用這個比何伊米 他起碼要打兩次 你才會回到紅色狀態 所以 你打他一下 然後又要用一次比何伊米 然後又打他一個回合 然後又用一次比何伊米 如果打到不夠法術點 而你判斷 你就快贏了 你可以用祈禱戒指 祈禱戒指可以幫你回到五十點的法力點 祈禱戒指可以幫你回到五十點NP 讓你可以用多五次比何伊米 來攻擊多五次 發術攻擊就沒有用了 一下四十二點 這個 在這個情況下 用比何伊米 他打你一下扣三十點 或者四十點 不要緊 可以再打他一下 然後才有需要 因為四十六點 我拚一拚 如果他打不中的話 我就賺了一下 沒打中 其實我賺了一下攻擊 而且這一下攻擊是不需要先用比何伊米 都可以賺到回來的 沒有了 有時候只有六點 然後他打你三十一點 沒辦法 因為都走不掉 捱吧 一路捱吧 看看扣得多 因為其實勇者鬥龍一代的Boss 是不難打 即是他不是幾千點HP 因為其實都應該是八至二百點左右的HP 八至二百點左右的HP 這個龍王的第二形態也是 所以不是很用怕 可以捱到 慢慢捱下去就可以了 只不過是如果你下下攻擊他 就打贏了 即是 你下下打他十幾點 其實你應該捱到 但因為我試過十九level 的時候 十八九level 打他的時候 扣得他三四點HP 每次攻擊 那就等不到 打贏了他之後 那個城堡就會 倒塌 然後就會有一股力量 你送走 你再在大陸上走 你已經不會再遇到怪物 因為世界已經和平了 和平之後 就不會有怪物 好 接著這裡 就是要入 然後就要入一條村 入一條村的時候 這裡 停一停 這裡就停一停了 因為 很快就會回復正常 這個是DOSBOSS的問題 DOSBOSS 以及 不是在C Drive 使用 所以 一要去LOW的時候 那個硬碟會SLEEP 我不知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只要不是C 只要不是DRIVE C或D 就是外置的硬碟 他自己會SLEEP 怎樣教他 都會SLEEP 變成要LOW的時候 他就會像剛才這樣停 如果打其他遊戲 有空就這樣停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 好 其實你回到其他城鎮 每個人都說過幾句話 純粹給大家看一看 都是叫你回國王身邊 以及說好野萬歲 之如此類 所以 回到什麼 就算 喂 我想回回法術點 不行 所以 回到 黃城 回到黃城 一切自動走 然後 選擇 你能否繼承這個國家 有不同的 叫做有兩個結局 一個結局就是 你繼承這個國家 然後 你繼承這個國家 要DN 這樣 那個就不算是True Ending 我覺得 第二個 這個才是True Ending 就是 不要 不繼承 然後帶上公主走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尋找 自己國家自己找 然後 這個結局 才會出字幕 字幕就是這樣 正訊資訊有限公司 當時就沒有拿版權 純粹自己 嘩 真的很想弄這遊戲出來 就 在沒有人家准許之下 就移植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就玩不到 就不會有電腦版 可能要打回日文的任天堂版 那個爆機畫面 其實 以當時 即是八九十年代 那時候 很多遊戲的 Ending 畫面 都只是一張照片 甚至 噢 你打爆機 你會Congratulations 還要傳錯 接著就彈出DOS 即是以前就是這樣 噢你爆機了 接著 彈出DOS 出回那個 C Drive 或A Drive 那些 所以就很 你會覺得 噢 爆機了 所以在那個時代 有這個 爆機的過場 已經是很好的 已經很好的 好 這隻遊戲 一直都會把 一些 工作人員的 性命 在這些 畫面 給大家看一看 有部分 會不會到今時今日 都還在遊戲界裡面呢 不知道 因為 我對台灣遊戲界 真的不太熟 好了 這 勇者大阿龍 第一代 精訊中文版 隔了很久很久 之後 我終於為大家 完成了 打爆了這個遊戲 我下一個會玩的 勇者大阿龍遊戲 應該會是 勇者大阿龍 第五代 當然我們會 再玩其他的遊戲 接著 to be continued 就是 他之後的精訊 也是有出的 就是這個 勇者大阿龍2 的電腦版 但是電腦版 我想我應該未必會玩 因為他有不死的關係 隨時會打不爆機 我在PS4版 已經完成了 好 那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今集是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